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有人说 一个家庭幸福不幸福 80%取决于女主人 看一个女主人的精神面貌 就差不多可以判断她的家庭现状了 以前不太相信 现在却深以为然 一个家庭的兴衰好坏 和家中妻子有重大干系 俗话说 好女人忘三代 坏女人毁三代 这句话虽有夸张的成分 但绝不迷信 妻子作为一个家中的新鲜血液 如果品德闲凉 那这个家就能越过越好 反之 就像是一滴墨水 滴进一杯水中 殃及一片 在我们镇上 有两兄弟 从小丧父 老母亲一把手 把他们拉扯大 让二人分别学了一门手艺 老大是木匠 老二是瓦匠 两人娶亲成家之后 老母亲将家中不多的财物 不偏不倚地分成两份 俩兄弟开始分家各过各的 老大媳妇手脚勤快 在家能将洗缝补 下地也可干活 到了饭点 做好饭 等着丈夫做工归来 家里虽然摆设不多 但物品都规制得整整齐齐 家里的收入除去日常开支 和人情往来 都好好存着 用做孩子的学费或不时之需 家庭负担重 孩子们过年连件新衣服都买不起 老大媳妇就去市集 买原石的布匹自己做 日子虽然过得拮据 但家里永远不缺少欢声笑语 老二媳妇刚入门不久 就露出了自己厉害的一面 在家遗址气势 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 经常看到他左手抱娃 右手摸牌的出现在麻将桌上 孩子从小在牌桌上长大 别的孩子在认字 而他的孩子却在认牌 丈夫工作一天回到家 都是冷门冷灶 稍有抱怨 就迎来类似于 没本事养不起老婆孩子 这样的人生攻击 慢慢地老二开始酗酒 一次喝酒上工 从手脚架上跌落下来 失去了一条腿 转眼到了孩子上学的年纪 老二一家开口向老大家 借学费无果后 老二媳妇到老母亲家耍赖 说大哥家之所以过得比自己好 是当初分家时 母亲偏心 把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了他家 但全村的人都知道 他家过得不好 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功劳 七年过去了 老大家里的家具早就更新换代 而老二家里的 还是刚结婚时的老物件 十年之后 老大一家已经在县城里买房安家 老二一家还窝在当年结婚的小院里 为孩子下学期的学费发愁 这其中的差距 看似是十年造成的 但其实从各自的妻子进门的那一刻 就决定了 不合格的妻子 尽管对现状不满 却只期望于男人有出息去改善 一旦期望落空 只有无尽的谩骂和牢骚 这样的家 不仅毫无温度可言 更处处是风口 一朝至天灾人祸 相反 好的妻子 懂得一个家要过得好 靠丈夫一个人可不行 自己会尽可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夫妻俩同心协力 将一个家往上坡路方向推进 懂得有道持家 尽管挣得不多 也要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有趣有味 也懂得 穷一阵子并不可怕 只要不让自己习惯穷 省一点 拼一点 总有一天 会离贫穷越来越远 家里多笑声 多温暖 嫌隙不声 抱怨匿迹 总能越过越好 越来越旺 就像老祖宗所说 家和万事兴 妻贤 福兴广 妻子格局大 丈夫走得远 听过一句话 父母决定你的起点 妻子决定你的终点 人们常说 女人的后半辈子 想要过得好 就得嫁个好男人 其实反过来 男人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对自己也很重要 甚至会影响自己人生的走向 《史记》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七国宰相燕子 有一个车夫 相貌堂堂 身材魁梧 燕子身材矮小 相貌也不出众 天天坐在后面的车棚里 谁也看不见 而那个车夫 始终坐在前面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整日一副耀武扬威的模样 有一天车夫回家 夫人请他修了自己 车夫问为什么 夫人回答说 燕子如此身份尊重的人 却始终态度谦卑 毫无架子 而你 只是小小的车夫 却自以为是狂傲自大 可见胸无大志 车夫听后 愧意难当 逐渐变得谦卑宽厚 燕子看出其中的转变之后 觉得她是可用之才 没多久 提拔了她 巴菲特曾说过 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不是任何投资 而是 跟什么人结婚 妻子虽然很多时候 只能居于丈夫的身后 但她的作用 就像是加油站 也像是灯塔 始终为丈夫提供动力 和导航正确的方向 巴菲特终年忙于事务 妻子则始终 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她和家庭 优雅地招待她生意上的伙伴 朋友们都说 巴菲特是她的第一号病人 马云的妻子张英 可能不被大家所熟知 在马云创业初期 负责团队的后勤工作 创业最困难的时候 她不离不弃 任劳任怨 依然对马云表示 最大程度的理解和信任 经常倒贴工资 来补给团队伙食 法学家傅乐曾说 有好妻子和健康的身体 是男子的最大财富 是啊 一个好的妻子 能认真经营婚姻 理解丈夫 关心丈夫的工作和生活 始终能发现 丈夫身上的优点 遇到挫折时 能给予及时的鼓励和安慰 也能给参考性建议 能和丈夫保持 共同的成长方向 一路追随 让她无论走了多远 一转身 就能看到彼此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四目对视的时候 都能眉眼带笑 一个男人 遇到了这样的另一半 夫妇何求 即使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幸福美满地度过一生 也算是 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妻子的认知 藏着孩子的未来 一个家家风优良的 最大显性特征 是子女出类拔萃 有锦绣前程 著名教育学家 苏霍姆林斯基 在家庭教育一文中说 孩子道德发展的源泉 在于母亲的智慧 情感和内心的激情 人在自己的道德发展中 变得如何 取决于有什么样的母亲 妈妈的认知 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一个孩子 能否少走弯路 能否成才 有所建树 被称为现实版的钢铁侠 第二个乔布斯的 埃隆·马斯克 27岁时 创办了划时代的 支付工具 PayPal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网络支付平台 这位硅谷传奇 却把自己的成功 绝大多数归功于 自己的妈妈 梅耶·马斯克 埃隆出生在 在普通家庭之中 高中毕业后 妈妈为孩子们 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决定举家 前往加拿大 其中的勇气和魄力 堪比古时的 孟母三千 因为家庭压力大 埃隆曾经提出修学 但被梅耶严厉制止 表示为了以后 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无论如何 应该完成学业 无论多么辛苦 她始终保持笑容 保持乐观 让孩子沉浸在爱中长大 工作之余 她坚持自我塑造 拿到了营养师的学位 天下没有妈妈 不想自己孩子有出息 但不是所有的妈妈 都能给到正确的示范 能给孩子的成长 提供优渥土壤的妻子 未必学父母车 支书达理 但都懂得以下四点 首先 明白教育的重要性 宁愿短吃短喝 但不能短教育 第二 善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情绪稳定 尽最大可能 让家庭远离争吵 让孩子在和平 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 第三 为人正直 三观端正 和孩子相处中 懂得藏起自己的缺点 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 第四 懂得经营自身 健身也好 看书也行 让自己身上 具备些许 可供孩子学习的闪光点 为孩子树立榜样的模样 有句话说 当你教育一个男童 你教育的 只是一个男童 但是当你教育一个女童 你教育的是 整个家庭和下一代 可见 妻子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 妻子勇敢 孩子不会懦弱 妻子善良 孩子也必然懂得悲天抿人 妻子有修养 孩子也必定 待人彬彬有礼 如果说 男人最好的投资 是取对妻子的话 那回报 除了是一个优质伴侣 和和谐的家庭环境外 还有优秀的后代 都说 丈夫是一个家的顶梁柱 主心谷 那女人 就是一个家在外的门面 和内在的风水和气数 她决定了一个家 是否有干净整洁的 居住环境 家中的丈夫 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自信 去拼事业 孩子是否能快乐成长 走正道 谋良事 作家橘子树曾说 在婚恋市场 已经崩坏的今天 仍然相信女性的坚韧 乐观 温柔与善良 是最可贵的品质 仍然相信 只要给我们一个靠谱的好男人 我们就能做一个好妻子 为了配上一个好妻子 男人们也要足够优秀 不一定会赚大钱 但一定要养家 会爱人 但不烂情 两人既是夫妻 也像朋友 像知己 像情人 像战友一般 彼此给予温暖和力量 共同支撑一个家 向更高处 更明亮处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